Hello 今次來到這個Q&A的環節 很久都沒有跟大家在YouTube拍一條Q&A 因為我抬了第二個BB 我也知道大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問我 那我就在IG收集了一集問題 我想說 哇 這些問題看到我好頭暈 那我就選了一些精華的問題 就覺得這些問題是重複了很多次 很多人都問的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二胎就一直都想的 那你說是不是計劃好 我又覺得未是我本身想著的時間 因為其實本身我真的想著休息一休息 過多兩年 先抽了一個大B 所有東西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鬼刀 那才是生第二個BB的 那第二個BB就來得比較快點 那我就可能自己都不是最準備好的時候 咦 它又來了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說為什麼有勇氣生第二胎 因為人生計劃中是想要at least兩個小朋友 那我覺得有兩個都很足夠的 那只不過是那個timing的問題 它想早點來或者遲點來 如果再生下去就真的需要勇氣了 到時才再問我 其實當我未知道自己有了BB的時候 那完全是跟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一模一樣 那時候我還在做一個Yoga Wheels的訓練 很多動作都會有拱橋 用到很多core的力 我每天都在做倒立的練習 那其實是跟之前沒有任何的分別 反而是當我知道了自己有BB 那時候也是我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就真的停了一個月 一個半月左右 我都沒有做過 因為其實我是 個人很不舒服 其實是需要休息的 那我都會聽自己身體告訴我的訊號 就是需要休息的時候就真的休息 我去到四個半月的時候 我的人開始的精力回來了 那我就開始做一些比較輕輕一點的瑜伽 做一些拉筋的動作多一點 我亦都把我的倒立 轉了一個非常簡易的版本 腳會黏著牆 手放在地上 L字形式的 就穩妥很多 這個動作也是一個比較初級版 練習倒立的動作 對於我來說 就會是一個很穩定的 那時候我都有繼續做這個 做了可能兩個多月的時間 調轉的動作 是令到我的脊椎 我的腰是舒緩了很多 因為很多時候肚子會很大 你會覺得我經常站著 站著很久 最多會有點累 但是當我調轉一點 可能就是 說45秒至1分鐘的時間 我已經覺得 那個重量是減輕了的 但是現在我的肚子越來越大了 那我就沒有再做這個倒立的動作了 那我就做些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印庫瑜伽 舒緩我們的一些印帶和關節的位置 還有因為做家裡還有一個嬰兒在臭 所以現在一個星期 我只可以做一天 或者是兩次 就是一次至兩次的時間 因為都比較忙 可能我第一胎的時候 覺得自己又不舒服 但是原來到第二胎的時候 那個不舒服的程度 去到這麼高 原來這樣比起第一胎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子很 mild 那時候完全不算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因為我的胃很不舒服 很想吐的 但是我又很不想讓自己吐 因為我覺得吐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會坐著在那 不斷吞口水不斷吞口水 那個狀態就是 當你一去到肚子餓的狀態 你就會很辛苦 但是你又不知道自己想吃什麼 你吃什麼都想吐的 我那時候是不可以吃家裡自己住的東西 我不可以走到廚房 我不可以聞到我嬰兒吃的東西 我馬上就要上廁所衝過去 所以他那時候吃飯 我就避開我自己走進房 我那時候家人說 Sorry我真的堅持不到 我不想坐在廳 我連聞到一點味道 我都會很辛苦 然後我就每一天都要出去買一些外賣 可能真的吃一些 一些寵味一點的東西 看電話又不可以看很久 因為看很久你會頭暈 所以我最舒服的狀態就是 我半靠著坐著 然後放空 看著天花板 什麼都不看 我最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因為沒有跟任何人說我有了嬰兒 好像經常都很壓抑 就是因為覺得自己還沒穩定 又不可以跟別人說 就只有我自己和我老公知道 他有可能明白我的狀態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他說不如你和你媽媽先說 他比較了解你 那你和他分享了 可能你的心理會舒服一點 可以多一個人跟你聊天 那你就會分享多一點 你不舒服的東西 又可以安慰我 然後他說完之後 我就馬上說 之後就開心了很多 就是終於可以和一個人分享 突然間多了很多人知道這件事 那他們可能會 就是可能關心你 可能就會跟你說 你很粗勞 不要做 然後你可能會心理上面都舒服了很多 所以我終於有人理解到我了 就是開始被了解 原來我不是偷懶不做事 在家裡想睡 而是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覺得有家人的支持 對你度過這個難關都很重要的 因為我今胎 其實我未去到一個8% 非常ready避孕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以我平時的生活習慣來說 可能我未去到100分 我都去到80分的 因為你的生活需要一個很健康的routine 適量的運動 你的身體的機能都會比較好些 特別是因為之前我看過一個介紹 就是說女生其實要做一些 真的要做一些運動的 比如說瑜伽 或者一些stretching的東西 是令我們的盆骨可以鬆些 當我們的盆骨鬆些的時候 受孕的機會率都會高些的 我是一個長年做瑜伽的人 所以我覺得瑜伽 真的可能有一部分的關係 都是令到身體是一個比較容易受孕的體質 然後就是吃東西方面的 我會覺得吃東西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如果你真的需要避孕的話 首先你吃的東西很健康 還有你一定要準備懷孕之前的三個月 就開始吃葉酸 就是懷孕頭三個月 女生就開始需要吃的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supplement 是令到你的卵子的質素是可以好一點的 如果你的另一半都願意吃的話 其實我的男士都很適合吃的 因為它都可以提高精緻的素 所以如果兩夫妻一起打算避孕的話 就可以一起吃 我覺得可能也會有關係的 因為我上一胎的時候 我生嬰兒的時候就開始吃早油 生完之後其實我都是繼續吃些supplement的 我就有吃鈣片 大多的鈣片 一個正常平時吃的補充鈣片 然後那個早油我是一直都繼續有吃的 我吃素 我不吃魚 自己可能不是每一天都攝取一個 足夠的DHA給我自己的身體的 所以就算我停止了為例 我也有繼續在吃早油 打算真的一個supplement對我自己身體的好一點 就繼續吃這兩樣東西 在有了BB的時候 我再看一些資料 原來早油其實是幫助女生避孕的 所以我是無形中 就吃了一個幫助自己身體ready的supplement 第三個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記錄自己來amp的周期的時間 這個東西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調理到自己身體來amp的周期 是比較固定一點 無論是28天來 或者是你35天來 你可以下載一些apps自己去看 然後上面會幫你計算你排卵那一天 以及你什麼時候來amp 因為我身邊有幾個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用了這些apps 計算自己差不多那幾天排卵的日子 你就勤力的續功課 就增加了很大的受孕的機率 我現在6個半月 我就重了8.5kg 18.7磅 有幾多下的 所以我想我整個重的位置都在腰上 手臂都粗了一點 臉都圓了一點 但是比起腰來講 可能都是大家不太覺得的 不過我自己才說 我記得我上一胎 我總共重了15kg 好像是的 所以我這胎我覺得重了多過 好像比上一次快 我一直以來都是吃素的 就算有了BB之後 我都是跟回以前的飲食習慣 都是吃一個奶蛋素 就是我會吃雞蛋 我會吃牛奶的製品 當然吃這些牛奶的東西 譬如起司 或者你喝奶 都是一定要消毒 即是高溫消毒過的 才可以吃的 特別是吃蛋糕 都要很留意 蛋都是要全熟的蛋才可以吃 其他方面就是吃菜的 用薑蒜去煮 令到我的菜沒有那麼寒 還有要吃一些適合季節的菜 譬如現在夏天我會吃多了一些蓮藕 然後我有了BB之後就喝了 幾乎每一個星期我都會煮一次紅菜頭的湯 這樣就會補充一些鐵質 還有補血的感覺 還有很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有喝一個叫做 桑基辛蓮子蛋茶 這個都是每個星期我自己都會煮一次的 通常我煮一次就會喝兩天 補氣 還有老人家說是養胎 因為它是忠成的這個湯 所以就不怕夏天喝得很燥熱 所以我由三個幾月開始 就每個星期都會喝兩天這個桑基辛蓮子蛋茶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我覺得很想推入給大家吃 上台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黑芝麻加上阿麻子 阿麻子就是一個吃素的人非常好的一個補充品 又是對我們的腸胃很好 有Omega-3 又一些很高纖維量 所以我每一天都會不良匙羹的黑芝麻粉 還有阿麻子粉 沖起一些厭麥奶 或者杏仁奶 或者牛奶 好像一杯芝麻糊 就喝了它 真的吃了一粒粒的補充品 就是剛才我上台跟大家說的葉酸 當我發現了有了BB的時候 其實我是六個星期的時候發現了 我那一刻就馬上拿出來吃 我吃的葉酸大家都知道 在這裡 我自己有代言了這個葉酸 所以這個就是我長期家裡都會被用放棄的 我吃到四個月左右 當我開始沒有不舒服的狀態的時候 之後四個幾月開始 我開始吃了早油 開始吃鈣片 我停止吃這個葉酸 當然食物中 其實都有些葉酸比較高的食物 當然如果你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吃到這麼多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真的補充一下葉酸比較好些 你就不會每一天都記住 我吃了多少菜才有這麼多葉酸 其實是比較困難些的 我們吃葉酸其實就可以令到BB的腦部和脊椎發展正常 亦都可以降低BB先天性的神經管的一個畸形的機會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之後就是我剛才也有說過的就是我吃的早油 早油就是這樣 我可以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早油其實也是很小粒 每一天死的粒已經夠了 當然這個是我自己代研的牌子 當然要推介一下 我真的覺得它是很好的 一來大家知道早油是怎樣來的 早油就是海裡面的海藻提煉出來的 有時候會怕會不會有重金屬 而早油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當然這個都有做過測試的 沒有這個重金屬的成分 是非常之安全 安心可以吃的 每天要攝取DHA的份量 就是350mg 對於我來講 一個吃素的人來講 可能我吃DHA 一定要有些堅果裡面是要吃的 要吃到350mg的DHA 其實要吃大量非常之多的堅果 非常之多的一些籽 即是說我們吃的 譬如阿麻籽 或者吃一些Chaya Seed 要吃很多才可以足夠的 那我每天是很難吃到這麼多的份量 所以我覺得吃一顆早油 已經可以幫我補充到 是令我安心很多 至少我會確實 我覺得我BB是可以吸取到 令到我身體有足夠的營養 可以給它 第二個吃的Supplement 就是鈣片 那鈣片呢 我覺得不需要我多講 大家所有媽媽都會知道 鈣片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我吃的鈣片呢 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就寫著是for pregnancy的 whole body的天然鈣片 為什麼 是我會非常之推介 還有我身邊很多媽媽朋友 他們都有吃 就是因為它每一顆的size 是非常之小的 如果你有吃過其他牌子的鈣片 我想說它的size 是它這個的double 但是whole body這個呢 你想想這麼小顆 其實是吃得很容易的 那大家不要以為了 就是剛才我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鈣片這麼小顆 就反而會否營養不夠 或者吸收都不夠好 它這邊呢 就有個專利的Bone Bill配方 就可以令到我們這個鈣質 吸收得更加好的 它會分不同的階段 因為上面會寫 你懷孕初期 你可以每天吃兩顆 那你懷孕中期至後期 每天就吃三至四顆 Dependent你每天自己吃其他東西的份量 那其實我都是這樣的 我懷孕初期的時候 我每天吃兩顆 那我現在開始 我每天就吃四顆 因為我都怕自己鈣摄取得不夠 那我上胎呢 曾經試過 就一直在吃兩顆 直到一個位置 我晚上睡覺 我的腳抽筋 然後是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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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 嗯為什麼它是抽筋的呢 那是不是因為我的鈣摄取得不夠多 然後我就轉回一天吃四顆 然後就真的沒有了這個情況 我的腳不抽筋了 當我補充足夠的鈣之後 我覺得整個身體的機能都不同了 所以這隻鈣片我覺得是黃牌 一定要 這兩隻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所有的媽媽都是一定要補充的東西 我也會的 我想著可能和上次的時間差不多 那我上胎呢 我就餵了半年左右 那其實 你說餵半年 但是你餵完 你又有一個收奶的過程 那其實會拖長的 就是可能你心目中想餵半年 但是在最後你是餵了七個月 因為你的奶不會馬上收 那需要一個過程 那所以如果你只想餵半年 那可能你到四五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要收奶了 那這個過程都比較漫長的 希望我這次可以堅持到 我覺得其實餵奶更辛苦過三嬰 因為其實駝B未去到很辛苦 但是生是過一下你很痛 但是餵母乳呢 是一個真是你堅持多久 就要辛苦多久的一件事 見到整個成長 整個人都 我也覺得是挺好的 很健康 所以我也覺得 希望這次我也想堅持堅持堅持 那這個問題我就問了我的醫生 那我的醫生呢 給了一個 噔噔 他批評了我可以染頭髮的 最重要一個理由 就是孕婦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情 不可以染頭髮令到我的心情變得很差 尤其是他知道我是一個極度貪美的人 所以他就覺得心情比較重要 當然我覺得染頭髮這件事很個人的 可能因為我自己工作需要 那我也有跟我的髮型師溝通過 那他就不建議我漂頭髮的 那始終漂頭髮會有太多化學成份的東西 染上深色 拉長 每一次去保釋的時間 那以前可能我每個月都是保釋的 兩個半月才每一次認識的 我的髮型師都很好 那他就幫我安排 在髮根這一段 就用一些百分之九十幾%的 一些organic的染髮產品 那大家可以自行決定 印神紋這個問題 是我上胎的時候特意拍了一條影片 那時候我試了很多不同的產品給大家看 在最後我生完BB之後 其實我那時候的肚子是有三條很短的紋 每一條可能只有這麼多 平時就算拍照都不是很覺得 但我自己有看到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勤力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很勤力地塗 任神油 還有到了後期那時候就塗兩次 早上塗一次日晚塗一次 那我今胎我也是有保持著塗 那我都有試了一些新的產品 都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其實我頭兩個月 那時候就剛剛知道自己有BB的時候 塗了一個不是任神油的一支Body Oil 那支油那時候是 它是純粹當一個護膚的產品來用的 不介意聞一些有味道的東西 反而聞到一些令到自己舒緩了心情的東西 我更加輕鬆 那就是一個 你可以放鍵在這裡 過了頭兩個幾三個月 用完這一支之後 我就開始用正常的 真是給大吐婆塗的一個任神油 那支是我上一次也有用過的 那個叫Hatch的牌子 其實是我上胎未用完的一支 我又覺得不想浪費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過期 塗完之後 我就再用了一個新產品 有一個澳洲的牌子 就是一個玫瑰紙油 這支玫瑰紙油 我就覺得是很好用的 泵了出來之後是橙色的 所以這個油要很小心 你沒有碰到自己的衣服 因為如果碰到這件衣服 它馬上有一個印在這裡 我每一次就會用兩罐 我除了塗肚 我會塗上自己的臀部 我的腰 加上有時候胸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塗上 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印神紋 不一定就是生在肚裡 臀部也很容易有 特別是腰部 臀部的位置 而且胸都會有的 如果胸脹脹得太快 都會有紋出現了 所以大家記得塗油的時候 記得我們整個大半身都有塗的 我覺得預防可以幫我們的印神紋 減淡至少90% 我心目中都希望是順產的 因為上一胎都是順產 希望如無意外 我都可以順產到這個BB 再經歷一次都不怕 因為上一次已經經歷了 上一次你沒試過這件事 你可能會害怕 但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今次的心情是 你知道這件事會發生 你會更加的害怕 因為你會知道有多辛苦 有多痛 但每個人都跟我說 會短過上一次很多的 你會很順利的 抱著這個有希望的心情 唯有這樣 你說我怕不怕 我怕怕 上一次這麼辛苦 但想不想開刀 我又不是真的很想開刀 因為始終之後 我覺得是一個很辛苦的 一個復原的過程 因為我自己沒有開刀 那時候她生完BB的時候 我在她身邊 其實我看到她生完BB的樣子 都很痛苦 一點都不輕鬆 其實沒有以為開刀很輕鬆 其實不是的 你給我選擇 我都希望可以順產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比較敏感 很多人都會考慮 如果生完BB之後 我們的陰道會不會和以前不痛了 影響了自己的性生活 然後就不想自己生 其實我生之前 我都有這個疑問 那時候我還問過醫生 醫生是否真的 我的朋友跟我說 生完BB之後 你會漏尿 不可以跳 不可以跑步 因為鬆弛了 然後我醫生就跟我說 每一個人的狀態都不同 根據自己的年紀 和自己復原的狀態 和自己有沒有勤力做運動 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說 其實會有人是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如果你可以知道 怎樣正確地做一些 幫助自己復原的運動 其實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那時候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要修盆底肌 其實我在我瑜伽的頻道裡面 要跟大家說 就是在託BB的時候 都要做這個運動 叫做Kego Exercise 是非常之重要的 生完更加要做 其實順產都可以馬上開始做 生完一個星期已經開始做了 就是你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比如我坐在這裡又可以做 我躺在這裡又可以做 其實頭半年我想說 是一個黃金時期 是每一個媽媽 生完小朋友都應該做的一個運動 就是把我們的盆利肌收回得好些 之後做都有用的 訓練我們的Core 再訓練我們的下面那個肌肉 肌肉是有彈性的 當我們做運動做得多的時候 它的彈性可以回來了 當它的彈性回來了之後 你其實是可以變回好像以前一樣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生完BB的人 所以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你做完運動之後 其實跟之前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最重要是勤力一點做復原的運動 今天就回答了大家很多不同的問題 希望你們都可以滿意我的答案 全部都是我自己個人經歷 由上一胎到今一胎 經歷了的事情 一些不同的經驗 想分享給大家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